沒有人能救妳 不好意思 不是啦 講過去吧 不是啦 趕過去 等一下 這麼浪漫的絕對被講得那麼不錯 妳這樣轉一圈 等一下 我有講道理喔 妳看喔 妳看妳不是說很浪漫嗎 可以背對我們講沒有關係 那我就覺得啦 妳們覺得很浪漫嘛對不對 而且我說真的 就算我們出DVD回家 也不見得會好好的坐在旁邊陪我們看 這麼不認真一點 可是我覺得男生不只科幻片 約會初期很喜歡帶女生看孔明 然後其實我不愛看恐怖片 然後其實我不愛看恐怖片 可是他們就會說 這個時候就是證止出來 這個很紅一定要去看 他們就享受那個 讓你女生可以 倒在她懷裡的那個過程 可是女生不愛啊 不見得喜歡 這個女生比較愛嗎 不見得喜歡 遇到的女生比較不一樣 女生喜歡看恐怖片 男生其實不想看 基本上 沒有啊 很多女生是不敢自己在家裡看 所以她希望男朋友陪她看 可是恐怖片都是男生找我去的 就是約會初期 因為他們想要牽手啊 然後想要抱抱 想要那個曖昧的過程 然後其實不想看 沒有 我自己是很討厭看愛情片 對啊 你男生都這樣 不是 我的原因應該是不一樣 就比如說 我之前交一個日本女朋友 日本的那個愛情片 超級超級難過 就是要哭的 這都是悲劇啦 那個日本人真的很奇怪 每次弄那些什麼 小貓貓小狗狗 一定 一定要把它弄成這樣 我最討厭看那種 那麼難過的悲劇 日子好好的過 真的好嗎 你把鼻涕把眼淚多開心啊 我們男生比較不懂的是 愛情文藝片 你那個感動 有時候跟生活中很不切實際 為什麼要去看那種很悲慘的事情 然後讓自己很痛 大莎莎那個 那不是真的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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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會指負人嗎 你會指負人嗎 那是感受一個燈光特效的 對 你怎麼還敢講 對 不要忍著 那麼我問金同學啦 你們是怎麼樣 我也覺得是 這些科幻片是在電影院看 是對的 是 所以我們人也是 因為有些特效嘛 那種在外太空啊 特效啊 打影響 那就是要 對不會發生 可是那個就是要在 電影院看大螢幕 他是一個想受嗎 對啊 那個音響很重要 他在拍這部片的時候 他就在想說 在電影院要那種感覺 那你們不能 愛情片他沒有說 尾巴在一個很大的電影 不能一次同仁 就是你們喜歡的也進電影院 然後我們喜歡的 你們也陪我們一起進去 可以啊 那下次你就去看你的 我們就去看我們這個 但我們是因為 因為電影也不會講話嘛 因為電影也不會講話嘛 這是個好方法 真的啊 男生就男生成群結黨 去看你們喜歡看的 是 女生就跟女生看自己一樣 對 我覺得根本你們不可以怪男生 因為男生很樂意一個人 或跟男生朋友看電影 但是如果一直都這樣 女生會說 你怎麼都不帶我去看 對啊 這樣才會造成麻煩啊 好啦 但現在電影院 都有很多聽嘛 對不對 我們來看一下 搞不好去餐廳 有會碰到一樣的事情啊 對不對 餐廳也有嗎 男生約會選餐廳的時候 滿不會的 就是剛開始初期約會 其實選餐廳很重要 餐廳也選錯 餐廳也錯 不是 我是在告訴你們以後 如果要約女生 就選餐廳其實要選浪漫 氣氛好一點的 因為男生常常 初期約會帶我去吃 比如說像什麼飲茶 那種人很多的 海產店 對 或是海產店 熱炒店 好吃啊 我覺得後面OK 可是約會初期盡量不要 就初期的時候要了解彼此 比如說要 比如說吃慢慢吃的 時間可以長一點 因為可能吃完飯 我們就要回家 各自回家 那你如果吃海產餐 是不是一小時內要吃完 如果吃個法式餐廳 你可以吃三四個小時 是不是就可以更多時間聊天 聊到幾個小時 可能他就不想跟你聊啊 他要約我幹嘛 他要約我幹嘛 他要約我 你真的想知道他要約你幹嘛嗎 幹嘛 你也 算了我不講 因為我怕會被噴 他搞不好是帶你去 搞不好他是帶你去吃海產餐 你怎麼講出來就會被噴 我必須老實說 這件事情不只會發生在男生身上 在女生身上也會 因為每個人有習慣自己吃的餐廳 像我就是 我永遠 就只有山底下那一家乾麵 那如果火鍋店我只有那麼一家 對 然後西餐廳我也只有那麼一家 所以我不管我跟誰在一起 都是去那幾家 沒有 因為你 那是一個我飲食的習慣 那是一個我飲食的習慣 因為你是男的 所以 你知道嗎 我說真的 如果你看這三個 如果每次都帶去同一家火鍋店 他會被翻譯 可是我喜歡都OK喔 我跟你說我第一次喔 第一次跟達明哥約會喔 去了一個氣氛非常好的餐廳 就是符合你剛剛的需求 問題是 身光好 對 吃得久 也可以聊天 談談未來什麼之類都可以 但是重點是就是 他每一個約會的女生 都帶到那一家去的時候 這就是一個很恐怖的事情 因為就當我在點菜的時候 那個待會兒就跟達明哥說 欸 你上星期天來的時候 不是點這一個啊 你是點那另外那個 我幫你看 然後另外那一個 所以就要翻而掉了 對啊 而且我覺得他是故意的 因為就是那種小矛頭有沒有 他就是故意要整達明哥 所以他就說 你上禮拜天帶來的那一個 你們不是吃這樣子的 直接就講喔 但是男生應該也是 有自己習慣吃的餐廳 大概就那幾間去吃 我們來舉個牌好了 男生如果帶去餐廳 有自己的一系列 自己習慣的餐廳的行曲圈 不是的行曲差 不是 因為帶你去就覺得說 欸 這邊熟門熟路對不對 我認識嘛 對不對 感覺冰至如歸 是不是有什麼不好呢 對不對 可是有很多新的餐廳可以開發 你看 全數通過 就是帶你去 可以直接就告訴你說 這家店什麼好吃啊 你們要了解 對 我們不會去冒險一個新的餐廳 因為假設這家餐廳不好 怎麼辦 那新的某些餐廳開的時候 我們都不用去冒險嗎 沒有沒有沒有 那個是OK啊 可是假如我是第一次約會的話 我要帶這個女生 我一定要確定這個餐廳好不好 所以你們也確定Waiter的品質好不好 對啊 對啊 那這樣多尷尬 下次再去應該沒有看到那個Waiter了吧 每次都這樣寫也這樣卸下 這超尷尬啊 對啊 為什麼都要帶女生去同一家餐廳 不是同一家餐廳 就是去過你習慣的啦 男生的意思是說 你第一次跟這個女生約會 你怕餐點上出問題 所以你們會選擇自己比較習慣的餐廳 謝謝 終於有個男生幫我們解釋了 是不是 你這個女生你在幹嘛 沒有 因為哥 你早就該整出來 對 真的 小良姐你在幹嘛 對 講給她 對 對 是沒有錯 反正我覺得真的是這樣子 像我有一些餐廳 我就是已經習慣了 他們那個菜單什麼 我都非常了解 而且我覺得很多台灣女生 很喜歡問這個問題 有沒有什麼要推薦 然後我說好啊 當然可以介紹 因為我有吃過啊 有吃過 但是如果你帶她去一個 你完全沒有去過的地方 你完全沒有吃過的東西 那你要怎麼推薦給她 所以我們是有想法的 對 另外一個是因為你熟 假如常去的話 你說不定可以跟老闆說 我今天要帶一個女生來 服務要好一點 或者是要特別的 會有不一樣的 但是我們現在問一下女生 如果男生第一次約你們去吃飯的話 你希望的餐廳會是 他們熟悉的還是不一樣的 你看 這是我們熟悉的啊 我覺得我覺得 不是可以是他們熟悉的 但不要有破綻 對 就不要有那種 因為我覺得她如果很熟 如果是她是告訴我 你不要說我的謊嗎 你可以說如果 常常帶我爸媽來 這樣就OK 對 不然坐到同一個位置 或說你坐這個位置 很怪 因為就等於 你就帶每一個女生 都來同一家餐廳 最好是感覺會很好 然後吃一樣的餐 對啊 然後用一套一套餐具 是有適嗎 而且你應該是看對方吧 對方屬於哪種 哪種類型的 你再帶去不一樣的餐廳 第一次你配合他們 第二次開始 就要可以去吃一些不一樣的餐廳 比較喜歡的 可是我覺得如果她第一次約我 就跟我說 我們去吃一家新的餐廳 我會覺得很開心 就是我們有一起要去 一個新的回憶 一個 一個 對 對 聽到keyword們 女生要的是跟你們創造 一個新的第一次的回憶 對 可是那個不在第一次約會吧 第一次約會又還沒有確定說 我們要多close 那不一樣啊 全台北市餐廳這麼多夾 對啊 是不是 這個我要問你們 因為這個東西 我刺激了看女生 就是看對方 譬如說有些女生 只會說 像我之前的女朋友 沒有 我每次就是帶她去新的餐廳 她只會說 美味 哇美味 她不會形容這個東西 真的有這個人嗎 那為止是甚麼人 他有形容 他有什麼 有夏天的感覺這樣子嗎 不是 沒有 不是 不是 我是比較喜歡就是說 譬如說吃這個很好的肉 有沒有 就是我想說感受到這個東西 他就是 頂級的最好的 吃起來我很juicy 還有就是 叫我好累喔 不需要 一點點喔 我不是從多到位講 因為你是日本人 他只會想 偶一戲給你聽啊 好吃經常給你面子 對啊 好吧 贏了 我覺得好弱喔 那我問一下新男們 你自己本身有哪一些的 約會的SOP 是需要女生配合的 是需要女生配合的